肝癌患者的肝功能正常吗 正常的 肝癌其实和肝炎 肝因化不一样 它是一种局限性的病变 只是一小部分的肝细胞发生了癌变 但其余的肝细胞仍然是正常的 因为肝脏有很强大的代肠功能 只要有一小部分的肝细胞 正常就能维持人体的机能平衡 因此在进行肝功能试验的时候 有时候会出现一个情况 就是肝功能正常的情况下 患者其身已经患了肝癌 加强补锡 锡是一种微量元素 人体不可缺少 尤其是对肝脏是很好的 因为我们的肝脏是人体代谢的中心 在代谢分解的同时 也会产生很多的有害物质 而元素C能很好地清除这些有害的物质 减轻肝脏的逊丧程度 保护肝脏 同时元素C能抗癌 多补充对肝癌患者防止癌变有益处 其次接触烟 香烟中有大量的有效物质 不仅会逊丧肺 心脑 肝脏也同样会收到逊丧 因此为了保护肝脏和其他脏器的健康 建议所有的肝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